那如果是4.2的話 你會發現 又跟4.2又不太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就像剛剛同學有遇到的問題 我們順便 我剛剛try了一下 我發現它有個東西是新的 比如說我新建一個Hallow的專案 然後呢 這邊用7的版本 這邊都用7去 然後這個不要 OK 不要負責主題 然後next 那各位 剛建立之後 會遇到一個問題怎麼樣呢 在sauce裡面 有個XX 這邊 打開來看 你會發現 它這邊會少了什麼 大R 它這個R沒有辦法自動產生 所以會產生錯誤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首先請你把專案給刪掉 記得把它從實體裡面把它刪除 如果你沒有刪除的話 它會在你的工作區裡面 有 就是將來這個Hallow的資料夾還是會存在 也就是說你下一次 我再建立一樣的名稱的話 會有錯誤發生 OK 把它打開來確定 好 刪掉之後呢 我要怎麼樣可以讓它恢復正常 特別注意 這剛剛同學有提供一個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 也是一樣載那個 SDK Manager 那這個部分 多了一個部分一定要選 在之前 4.2 跟 4.21 的時候沒有 不需要選 可是新的版本 4.22 呢 需要做選舉動作 這邊注意這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在舊版沒有 新版居然要這個東西 這個請記得一定要打勾喔 如果沒有打勾這個的話 就會有錯誤 所以這個是新的版本 才有這個東西 那各位可以看到 只要把這個打勾之後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話 會有install 一個就好了 其他多的不要 沒事的話 盡量不要裝 所以這邊注意這個地方 把它install進來 那我剛剛試一下 我把它install之後的話 再重新建立專案 你會發現就正常了 所以這個是 install 之後有沒有 這已經install 把它關閉 再做一次 也可以看一下 新建 andjoy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在那個 TKH 就好了 有這個地方 我建一個 H 專案 然後 test 一下 確定說 新建之後 把它改之後 有沒有問題 下一步 完成 那各位可以發現吧 好了 R 又出來了 R 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 4.22 版本 才有需要打勾 4.21 沒有這東西 你會發現 他也不會通知你的 這些東西 所以他隨時都會有一些新的東西會出來 請各位如果說 你的版本是用 4.21 的話 就是一定要打勾 那你會發現 在 4.2 的版本裡面沒有這東西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如果你是用 4.22 的版本的話 務必一定要按 把那個 剛剛那個 那個版本 一定要把它打勾 才可以 對 說明對 讓你們看 那麼 遇到 那是 我們